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案件在当时绝对是轰动一时的 同时也体现了我们跨越国界的中国力量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邀请到了 这个剧中主人公的原型程亚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请他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剧情背后的真实案件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原北京铁路公安局局长程亚利 有请 陈局长欢迎您 陈局长您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 欢迎英雄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陈局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下您作为这个主人公的原型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当时这个案件的背景啊 当时那年九三年的时候 公安部当时和铁路铁道部公安局 派我们北京铁路公安局的派出一个小分队 是 当时呢是由我带队 当时我带了八个警察 能不能完成交给我们的任务 当时我心里是一点突然没有 那么说这个案件呢 在从咱们中国来讲在刑山间里啊这是最大的强 那么第二个 咱们这个案件呢 当时跟俄罗斯啊还没有建立这种机制 人生地不熟 语言又不通 当时这些抢劫的这些案犯呢 手里有枪又刀 而且非常精彩 对 我相信电视机前观众 对于咱们这个电视剧同样也非常期待 所以接下来一起来看精彩的片花 快点快点 别了急 一个一个来 这是KTNC的国际电视剧 我们发生了急急情况 我叫宋宁 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联络警官 来 来 来 把这横路上吧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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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特别想问一下陈局 在这个跨国案件当中 您觉得最大的困难和危机是什么 当时的领导跟我讲 第一不许戴武器 不许暴露你警察的身份 那么当时我们大家想一个办法 就是拿不行赶面杖 大家当时赶面杖 赶面杖 是吧 拿赶面杖 拿那个逃亡锁 足以见得我们中国人民警察的这个 这个严格 有勇有谋 对 曾杰 当您知道就是您所经历的这个真实的案件 要把它拍成电视剧的时候 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我一个是既高兴又自豪 虽然我破案也不少 但这个案子它的特殊性 在我的心里是非常重要的 好 聊了这么多这个电视剧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我们的自办栏目 那么上周五播出的梦想的声音有哪些精彩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回家乡 多情郎 我为你叫了说 还在背后往前退 一定有个人他 多么逼过胜过门过 是谁 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好看中国 当然值得期待的下一集呢 因为我们会继续邀请陈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下期节目陈居会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我想讲讲这个案件的一些具体细节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 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忘记了 每天晚上的19点30分